啊那我要PO這個影片喔 不要PO啦喔 我都滿醜的被罵吧 不會那麼好笑 好啦隨便啦 嗨大家好 我是小孩 今天我要介紹一個人物給你們認識 他是我們的拍片片場的 蹦桑大哥 他的名字叫做 曾祥紅 每次明明就是在拍別人 他就在旁邊講笑話 但是他又是一個很gay-san的人 每次他在講笑話的時候 他現在正在講笑話給大家聽 重點是鏡頭cue他的時候 他就假裝他很不想要被拍 可是他明明就超想被拍 我等一下就示範給你們看 欸你正常齁 不好意思啊 欸我幫你錄一個講笑話的影片了 你在錄影啊 對啊 靠北喔那個錄影啦 要錄我啦 我們不是靈心幹嘛 我把他收音欸 不好意思喔 我被錄了 快一點啦 你先把蹦放下來快點 什麼蹦 這不是蹦 這脫髮 我這邊就脫地了 怎麼開了 我被錄了 我在那邊打給你罵 你不是說每個人都有口袋笑話 什麼口袋笑 什麼口 齁 好啦 我看一下 就有一天啊 我在那個房間 玩手機 然後我要睡覺 就把手機放旁邊充電 然後媽在走進來跟我說 那個 手機不要放在很多旁邊 會致癌 然後我就覺得很恐怖啊 然後我就 我就把枕頭拿走了 我沒有在講笑話 不是啊 枕頭本來就拿走啊 會致癌耶 好爛喔 你再講一個啦 我沒有了啦 好啦好啦 那你趕快先自我介紹一下 怎麼自我介紹 我不是藝人 我是夢賞 怎麼自我介紹啦 我就在真想哄美 然後咧 要幹嘛 26歲 然後咧啦 然後我要是錄影人啦 我真的 啊那我要PO這個影片喔 不要PO啦喔 我都賣醜 我都被罵吧 不會那麼好笑 好啦 隨便啦 好像不好笑不要罵我 就算了